同学们好 我们还接着讲模糊性连锁悖论 还属于这个大题目之下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 有很多模糊的谓词 还模糊谓词的句子 在某种意义上叫模糊语句 这些句子小的差别不但累积放大 造成巨大的差别 最后的结论 每一步都好像可以接受 但最后的结论不可接受 我们把它叫做悖论 连锁悖论 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连锁悖论 怎么处理模糊性问题 英文是叫vigeless 模糊性问题 有几种办法 今天讲其中的一种 多字逻辑和真字斗理论 自1970年代以来 模糊线奏建成为哲学 逻辑学 语言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热量问题 并把当代的许多的举流哲学家转入其中 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进入和理论 主要有 主要有什么呢 一个是精确语言进入 什么叫精确语言进入 什么意思 那就是模糊性 是源自于 自然语言的不完善 自然语言里面 含有很多边界不清晰的 模糊位置 由此造成很多 模糊句子 这些句子的究竟是真是假 编枕也不清晰 因此我们要改造自然语言 我们要寻找一种人工语言 让那里面的词 每一个词都边界清晰 一意确定 然后造句规则 造词造句的规则 也是非常的清楚 事先严格定义 因此由此说 由那些抽死的词 造成的 生成的符合词 由那些词生成的句子 那都是边界清晰 条理分明 句子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没有任何模糊性 二级原则适用毫无问题 但是问题的麻烦就在于 我前面说过的 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交流 我们的日常语言交流 只能使用模糊自然语言 它边界不清晰 还有模糊性 只有弹性 因此它就可以满足 我们的各种不同的交流需要 交集需要 尽管自然语言 还有那么多模糊性因素 但是你看我们在我们的日常交流里面 就用这样的交流 日常语言交流 这没有给我们造成 多么巨大的麻烦 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成功的交流 同时也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 还有灵活性 弹性 我们才会有诗歌 才会有文学 才会有文学 对 讨论 如果每一个词都那么清丑 边界那么清丑 也许失意蒙能就不存在了 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问题 第一 有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含有模糊性的质量语言 真的能够被完全取代吗 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跟着的 我们真的能够造一门完全清晰的人工语言 充满着我们的日常交流需要吗 这个呢 很多很多的人都对这两个问题打上大大的问号 所以精确语言进入 在模糊性研究中始终取边缘地位 人们不太认真地考虑他们 这个精确语言进入的一些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现代逻辑学家 你比佛雷格罗兽夸艳等等 好 这是这个进入 第二条进入就是多字逻辑和真字道理论 它的核心就是这样 还模糊未知的模糊语句的真值 超越真假二分 可以在灵活一区间这个区间内取多种真值 如果我们把零看着假 把一看着真 那那个那个那个真和假有成斗之分 成斗之分 0.9的真 0.9的假等等等等 这样呢 这个这个这个取多字真值 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 还有一个超福之理论 我们以后也会讲 那就以后再说吧 认知之意 这我们以后也会讲 以后再说 再语境之意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模糊性呢 是垂我们的认知语境而变化的 可能抽象的抗 那个词含有模糊性 但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环境中 它的模糊性呢 就被消失了 因此对我们的交流不构成障碍 所以这是语境之意 模糊性是语境敏感的 这个还有一个虚无之意 这个就是模糊未知了 没有精确的外缘 包含他们的句子 也就没有确定的真值 他们就是没有确定的真值 你不能谈论它的真值 那就不需要谈论 它没有 还有一个 就是叫行而上学的模糊性 他说 就是我们的认知语言之外的那个世界 本身就是模糊的 存在着模糊的对象 例如什么叫一座山 山的边界在哪里 什么是一趟云载 云载的边界在哪里 等等 有些就是世界上 模糊性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特性 物体本身的 离开人的认知 确实存在着特性 这个是形而上学的模糊性 特性的形象 根据以下三个问题 我们可以给 关于模糊性的国种理论 分走和定性 那就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问 模糊性的根源是源自语言 源自外部世界 还是源自我们的认知本身 源自我们的认知本身 那不同的理论强调的就不同方面 语一的说明 那叫什么 说模糊性源自于我们的语言和概念 源自于我们的语言和概念 是我们语言和概念的问题 那这样的做这样的说明 包括多字逻辑和真字斗理论 超复制理论 语境主义 何时还包括虚物主义 认知主义 那说什么 模糊性 即不源自于我们的语言 也不源自于外部对象 语言和外部对象 它们都有清晰的边界 只是由于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我们不知道那阶线在哪里 所以模糊性的根源 在于我们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这叫协上学说明 叫协上学模糊性 他说模糊性的根源 就在于对象本身就是模糊的 正因为它们对象的模糊性 造成了我们的语言的模糊性 造成了我们认知的模糊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对经典逻辑特别是二次原则的态度 保留还是局次或修改 保留二次逻辑 还是局次二次逻辑或者修改二次逻辑 坚持保留二次逻辑 经典逻辑特别是二次原则的 有认知主义 虚无主义 某些形式的语境主义 坚持局次或修改经典逻辑特别是二次原则的 有多次逻辑和政治斗理论 超复制理论 某些形式的语境主义 或许还包括对模糊性的形而上学探究 第三个问题 他们就是这个模糊性 以何种方式导致连锁被认的认证 他们以何种方式 不是各种模糊性的理论 我们要给它分走定性 要问这些理论 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 导致连锁被认的认证 这些认证连锁被认 little by little reasoning 是否有错 如果有错 错在哪里 那有不同的回答 坚持精确语言进入的研究者 于罗授 通常会否认 该类前认证的有效性 即不承认其结论 确实可以称其前提推出 第二个 认知主义 某些超复制主义者 以及多知逻辑和政治斗理论家 往往质疑其中的条件命题 和归纳前提的有效性 我们下面会说 关于模糊性的 行而上学探究者 接受该认证的有效性 也承认其所有条件前提 和归纳前提的真实性 但质疑 这个第一个前提的真实性 或者质疑其结论的真实性 其结论的真实性 例如 因为它对象本身是模糊的 你没法说一个对象 是三还是不是三 你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开词 没有一个确定的开词 你没法对象本身模糊 你没法说哪个顾物的具体 是顾得还是不是顾得 没法确定的说 等等 这个是根据这三问题 可以分走 这些 好 这个在关于模糊性的国种理论中 我前面讲了精确语言进漏子 虚无主义和邪要上学理论的 容顿比较少 没有多大影响力 而其他几种探究了 都比较有影响 其中最有影响的或许是认知主义 对它的批评和辩护都很多 我们只讨论三种理论 多字逻辑和政治斗理论 我们必顾用了 古代辩护能表示 predicts advice 每个人都有 在西维奇研究明天将有海战这样的问题 明天将有海战这样的句子 在今天看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认为极不真也不假 而是不确定的 因此句子除了真假之外 还有第三个字不确定 由始发明了一种逻辑叫三字逻辑 所以多字逻辑在成为模糊性理论之前就存在了 但要把多字逻辑应用于模糊性理论 那就是必须把它用于处理治安语言句子的逻辑语义特性 特别是模糊性 并对于由模糊语句导致的连锁被论去解决方案 为了给模糊语句复制 很多研究者隐喻了真假之外的其他政治 如果是三字逻辑 这个另外的政治是中间的 如果在十数区间零一之间取值 零表示确定为假 一表示确定为真 而像零点一零点四零点八零点九这样的真值 则表示一个模糊语句为真的程度 叫做真值斗 常用把P写在一对方括号之内 表示原子模糊语句 P的真值斗 这个min 这个呢 这个一对写在括号内的那样的一个符号 那个呢 就表示取P的真值斗 和Q的真值斗 中间 两个值的中 较小的那个 max 写在一对方 它是P和Q 方括号 表示 取这两个值中间较大的那个 符合语句的真值斗 这个计算 怎么计算呢 依据下与下的连接词规则 那P和取Q 它的真值斗是什么呢 那就是取P的真值斗 和Q的真值斗中较小的那个 P写取Q 就是取P和Q的真值斗中较大的那个 非P 那就是一减P的真值斗 非P的真值斗 P当起紧当 Q的真值斗了 那等于什么 一减去 就是P和Q中较大的那个 减去P和Q中真值斗较小的那个 余下的那个差值 一减这个差值之后 那就是P当起紧当的真值斗 P当起紧当的真值 你看 如果P和Q的真值斗都为1 1减1得0 1减0还是1 可以了 P当起紧当Q 当P和Q都为1的时候它为1 那例如假如P的真值斗是0.8 Q的真值斗是0.5 那0.8减0.5 那0.8减0.5就0.3 0.3 那1减0.3 那就0.7 这个句子的真值斗了 P当起紧当 Q 它的真值斗是0.7 P远航Q的真值斗就是什么呢 就是1减0.6 那4的真值斗有些大量 margin 它比较大量的不可以要 最大量的大量的 5两可能是一个最大量的 是1减0.7 这是1减0.6 2减0.7 去的是1减0.8的真值斗 你看 P的真质斗为0.8 Q的真质斗为0.4 P的真质斗 减去P和Q中较小的 那就是Q的真质斗 0.8减0.4 那就是0.4 在1减0.4 P远航Q的真质斗 就是0.6 真质斗理论有不同的形式 它给去了两条 一是通过对连接词的语意解释 使连接词中的条件前提 归纳前提不成立 二是通过肯定前件事失效 使整个认证失效 就是使连接词的连接词 失效 由此消解连接词 但这个真质斗理论 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主要是 主要是 这种真质斗理论 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你看 他现在说 原来把命题区分为真的和假的 不够用 因为有些命题 还可以取第三个字 还可以取第四个字 还可以取第五个字 你因为 为什么那对象是模糊的 偷头还是非偷头 偷头还是非偷头 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 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 你说 五百七十六根火 五百七十七根 究竟两个都算偷头 还是都不算偷头 一个是偷头 一个不是偷头 你没法区分 你只能说 五百六十七 比七百八十三根头发的人 更接近偷头 好 他因此 他不是给区分一刀两断 他不是一刀两断 而是给他一刀三断 有的时候是一刀三断 这个是一个位置 他的正外延 就是那位置肯定对他适用的 副外延 那位置对他肯定不适用的 就是一刀三断 点起的 去降 是有这个的 添 Um 一刀两断 没有清晰的标准 因此 有点 清晰的标准 区分 然后 这是两刀钻断吗 你原来说偷偷和非偷偷 没法区分 有一个结案分明的标准 一边是偷偷 一边不是偷偷 于是你就分成什么 肯定是偷偷的 或者肯定不是偷偷的 还有中间情形 就是取偷偷和非偷偷的交界的地方 叫borderline case 就是界限情形 那好 那我现在问你 什么是正外言和负外言 正外言和界限情形分界的标准在哪里 这个界限情形和负外言的分界标准在哪里 你一刀两段的标准给不出来 那你两刀三段的标准更给不出来 那你就更别说了 你五刀六段等等吧 五刀六段 七刀八段 九刀十段 那你划分的越细了 你实际上要求的区分标准更严 你抽的标准都给不出来 你更细的标准更给不出来 所以这就是界限的界限 我们把它叫做高阶的模糊性 这是政治斗理论 你给那个句子复真的或假的 你的值复不出来 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凭什么标准 说它是0.7、0.9的针 那个是0.2的针 凭什么 你0.2和0.9怎么给出来了 你有确定的标准吗 你有确定的标准就意味着什么 你实际上知道界限在哪里 界限 你那界限还有一点距离 因此它是0.9 你实际上假定有清晰的界限 你既然假定有清晰的界限 你还花那么多刀干什么 你不一刀两刀算了 高阶模糊性 这是严重问题 有一个研究模糊性的刘金哲学家 威廉姆森 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他说 对二字逻辑的意义来自于下假定 不可能把模糊命题分成真的假的 而二间模糊性现象 使得同样来以把模糊性分成假 真的假的或吉普真也不假的 垂坐古力堆了在一起 我们无法找出一个精确点 恰好在这个点上 这是一个古堆从假的变成真的 我们同样也不能找出两个精确点 在其中一个点上 该命题从假的变成中性的 在另一个点上 它从中性的变成真的 如果两个字不够用 这三个字 十个字 五个字 六个字 就是N多个字也不够用 这是高阶模糊性 再来 好 界限的界限 你一刀两段的界限标准没有 你两刀三段的标准更没有 界限的界限 画不出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 你不是要给句子负增值吗 有些负一 它确定无意的是兔兔 有些负零 它确定无意的不是兔兔 还有一些负0.8 0.9 0.1 0.2 0.3 0.4 等等 你根据什么标准来付 比如说 如果张三有97根头发 赵氏有99根头发 这张三比李氏更接近于偷头 因此我们应该给张三是偷头 指派比李氏是偷头 稍高一点的贞值度 但问题在于 我们应该分别跟这两个句子 指派什么样的贞值度 指派多少 根据什么标准 你说 你指派它的贞值度是0.1 你因为什么 它离偷头的标准比较近 实际上在你这样子派的时候 你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了 谁是偷头 谁不是偷头 那它就不是模糊的 那你在这儿子派真值了 你就 就不成立了 按你的标准它就不算偷头 或者用权力武艺就算偷头 所以 所以实际上 你原子模糊 具有着真值度的指派问题 如果你要指派全力值 实际上你意味着你隐含的已经知道 清晰的分界在哪里了 那时候你就不需要这样子派模糊度了 真值度了 还有一个派生问题 什么叫真值度 真还有程度之分吗 洋里斯特说 说是者为非 说非者为是 是假的 而说是者为是 非者为非是真的 你说那个事情本来是这样 你说它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说它是这样 这是假的 你说它是这样的 就说它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这样 那就是真的 好 弗里格说了 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逻辑学家 数学家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对象是美的 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美 相反 如果两个事项是真的 其中一个不会比另一个更真 就是美可以分成度 但真没有成度之分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不会是0.5真 0.6真 0.7真 0.8真 0.9真 没有 这个说法没有 这个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这个不可能有成度之分 这个呢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派生的问题 当我们把真子斗理论 根据真子斗理论呢 把一个位置的外延分成正外延 在复外延界限情形的时候 假设里辣取美丽的界限情形 我们会说 里辣这个是美丽的 它极不真也不假 这个句子极不真也不假 由此我们再后退一步 退回到圆圆语言层次 我们会说 里辣是美丽的这个句子 极不真也不假 这个说法是真的 因为实际情况 真像他所说的那样 这意味着 在真子斗的原理论层次上 我们又退回到二字原则 任意语句是真的或者是假的 如果他所说所实是真的 否则就是假的 真子斗理论 以在对象理论层次上 举此二字原则开始 难道他要以在原语言层次上 恢复二字原则结束吗 那就是二字原则在某种意义上 还是不可动摇的 你尽管在对象理论层次上 取消二字原则 但是你在你的原语言层次上 在你的背景理论的假定上 二字原则仍然还站立在那里 兼于寒食 还有符合模糊句的真子斗的计算问题 前面给这个连接式规则会导致许多问题 假如P是一个描述界限情形的句子 既不传真也不传假 它处于正中间 那就处中间值 那P取0.5 非P等于1-0.5 还是0.5 于是P习取非P 取两个0.5中最大的那个 那就是0.5 那就是P习取非P 或者P或者非P 排重率 经典成杨式 这又不是真的 这只是0.5为真 经典矛盾是P并且非P 一个逻辑矛盾 它不会全是假的 P取0.5 非P取0.5 这个P并且非P了 取这两个0.5中最小的那个 还是0.5 然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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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传假 逻辑矛盾不传假 逻辑真理不传真 更离奇的是 经典成言式 P并非P当机紧张非P P当机紧张非P 它 P取1 那非P就取0 1等于0它就等于 一等 当机紧张0它等于0 所以它整为0 括号里面 辅定的利云算 0的辅定利云算是1 所以它整式取1 整式取1 但是你想当P处于界限形形的时候 P取0.5 非P也取0.5 0.5等于0.5 这是真的 你再辅定 辅定它 1-1就等于0 这是全假的 这个 这太反直观了 按照真直斗理论 这个经典成员是 取0.5的真直 经典矛盾是 取0.5的真直 经典成员是 甚至了 就并非P当心紧张 非P 它取0 则是非常反直观的 所以呢 真直斗理论 这个多字逻辑和真直斗理论 真直斗理论呢 也面临很多的问题 这个在取离模糊语句的时候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这一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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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